段落与换行 我们在编辑文章的时候 一个段落 我们通常是一个Enter 那如果需要 强制分行的时候 我们是按下Shift加Enter 这两个符号是不相同的 在使用文书处理的时候 特别要求这个 以免你在后面文章很长 或者是有很多格式的时候 你会产生混乱 那平常你很可能没有看到这符号 是因为你在简式里面 有一个非列印字元 好像这样子你会看不到 如果你想要看出我的段落 或者换行是呈现什么状态 请你选简式非列印字元 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段落与换行符号 这是编辑上非常要紧的事 常常有人把段 在文章编辑的时候 你很可能到了边界 你却怎么样 你很容易在这边界的地方 你使用Enter 来改变一个段落的属性 来改变一个段落的属性 结果你在文字放大的时候 你就会 就开始有麻烦事出来了 你结果它换的位置就不如你预期 一般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段落 一个Enter 如果真的需要强制换行 是使用Shift加Enter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请特别注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